车子被拖掉找回爱车不但得搅上罚单 还要附带900元拖掉费 不管哪位车主都会不开心 但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来拖掉厂领车缴完钱的发票 千万不要乱丢 因为有人因此一重中了200万 意外之才来敲门 拖掉破事变成惊喜 财政部公布最新一期 9月10月发票开奖 有人花15元超商办手续 获得1000万特别奖 200万特别奖 最低消费金额则只花了9元列印费 还有新一区中校东路的 这一栋商办大楼 一口气开出两张千万发票 分别是14楼和17楼 也让网友喊说要到这里上班 就有机会你能发财 现在都好难种 以前还没有换成 现在这种所谓的感热纸之前 我几乎每个月都种 我们幸运小小的 我们就种个200块也很开心 看客人的运气 如果他的运气到了 就是酸胚偷掉开发票 我也觉得他中就是他的 能不能中奖全靠运气 而这一期200万的得主名单中 还有人到超商花18元买这个 超商冷藏架上各式饮品 据说幸运得主就是买这一款 有童年饮料霸主之称的调味卤 可惜想买只能碰运气 连跑两家都没在卖 我们连小贯进入活动 调味乳难买何况买到 还要能中奖难上加难 只能说财运天注定 但消费后记得发票拿好拿满 才有机会迎接财神爷 今天新闻吴雅婷 陈志峰采访不到 立刻下载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